來囉來囉來囉 十八點九公里都沒有對手 一路冷靜到重點 尝試幾波的攻擊出去 然後一個人突圍出去到終點 我第一次在台北市繞圈比賽 旁邊的民眾在參與的程度是非常的熱弱 然後每個人都是不斷的給他拍手鼓勵加油 然後甚至還會告訴你說後面跟你差多遠 除了有一個一個參賽 比賽中的也是重點 讓十四年在土地天武 辦世間的比賽 這也是台北市除了10年的寬帶賽之外 這10年來頭一回到 人口吃飯的下次走路當中辦比賽 有三百多位選手來參加 我也不確定是我自己摔的 還是我撇到前面的 然後就發現的時候已經在地板上了 繞圈賽比較好玩 因為就是可以一直經過終點看到大家 然後可以一直聽到大家的加油聲 腳踏得手伸都受傷 但是如選手要是打拼到最杯 那樣就要完成比賽 為了南京的下次賽道大家都拼下去 但是風機也引起部分人的亂談 因為影響到他們的路況 還有在公車上過時間的人在路里就先落車 為了這個比賽 主辦單位中辦半天的時間 不然要用三角尾跟火爛 把天武運動公圈的四周邊圍起來 實施交通關節 也出動四十位警察和義交為出特殊 就是希望等到下一次比賽可以順利 明星新聞大陸報道 好